宫中夜宴 月华如水 明沙宫根高照 皇宫里利影偏仙 暗箱浮动 徐贵妃含笑坐在皇后身侧不远处 她打扮得异常雍容妩媚 妆容精致 艳光四射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 艳已过半 皇帝才深深来迟 众人大感意外 可在看到她身边的娇俏美人玉妃的时候 脸色不约而通的微微变了 玉妃身着桃红春赏 衣领上绣着浅色的繁花冒艳 领口处微微露出一节素色眷衣 这身肤色原本是十分的艳丽 然而她的妆容却很是简单 仅仅是一副类型耳环 一串红玛瑙手串 然而 从她进来开始 所有人只觉得灯火暗淡 满圆花容诗色 足见她的容貌 有多出众 皇帝微微笑着 目视她走过去向皇后行礼 赵皇后宽容地笑笑 眼睛里并无一丝嫉妒 现在 她已经有了太子 燕王和周王三个儿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对这些年轻貌美的妃子 已经释然了 可是旁边的徐贵妃 却向玉妃看了过来 笑意飘忽 目光幽深 眼前歌舞开始 殿内的气氛 比之前更庄重 却更见暗潮勇气 皇帝当着所有人的面 让玉妃坐在玉座之侧 二人不时相顾笑语 在座妃子看在眼里 渡恨无奈 偏偏皇后自顾自地 去和大公主说话 倒像是丝毫 没有注意到这个场景 徐贵妃暗自咬碎了银牙 毛子慢慢变冷 过了片刻 她才不动声色地笑道 玉妃擅长音律 一手琵琶 容贯天下 不知 可否当众奏一曲 聊以助兴 众人纷纷掩住了 唇边的笑容 徐贵妃虽然颇得宠爱 却生性善度 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事情 她怎能容忍这样的场景呢 玉妃闻言 下颚轻轻抬起 目光柔情似水地看着皇帝 一伤翘生生的粉面 带上了一丝红韵 她十分懂得 什么时候应该表现出 谦卑和惬意 这令她在宫中宠爱 长达三年不衰 于是便有很多人说 她会成为第二个徐贵妃 可是玉妃心中很清楚 她不能 因为徐贵妃 有秦王和晋王两个儿子 而自己 却没有子嗣 而且 一直陪伴在皇帝身边的她 深深知道 萧芳智一身的鹦鹉之气 却掩饰不住她内心深处的 疲倦与颓败 这个男人 已经老了 或许 已经不再具备 令她孕育子嗣的能力 所以 她要在自己有限的能力范围 为家族谋取更多的利益 皇帝微笑地对她点了点头 玉妃于是不在此前 落落大方命工人取了秦来 蹲坐在秦前 众人只觉琴声呼启 乐声如丝 动听婉转 如气如素 令人心弦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 一曲寄了 殿中是一片长久的沉默 大公主率先拍了拍手 笑道 果真好勤呀 她的目光落在玉妃身上 心道 此女的琴迹 与欧阳暖 几乎不相上下 然而 暖儿的琴中 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 而玉妃的琴 却是枝蓝玉树 灿灿风华 一派和乐气象 这说明 她非常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 皇后点头 面上微微露出赞许道 嗯 的确如此 玉妃的琴迹 无人能及 只是她过于谦逊 很少在众人面前显露 今天 是我们跟着圣上争光 才保了耳福啊 徐贵妃 掩住 毛子里的冷芒 嘴角 却淡淡露出一丝 说不清 道不明的笑容 皇后 娘娘过奖了 玉妃 得体地回答 硬礼 始终带着 和煦的笑容 像是丝毫也没有察觉到 身边的嫔妃露出极恨的眼神 宴席上 众位妃子对着玉妃多有压制与讽刺 而赵皇后却对这些丝毫不在意 微笑着与大公主继续说话 一直到宴会结束 皇帝带着玉妃离去 大公主才站起来 看了眼仍旧坐着的徐贵妃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宴会结束后 皇帝独自来到偏殿 太子正在等着她 并向她禀报了一件重要的事 听完后 皇帝愤怒至极 他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苍老的脸 在那一瞬间变得无比严厉 他只觉得秦王的举动 已经越来越不像话了 身为臣子 对太子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 只懂争权夺位 结党营私 现在 甚至还纵容臣鼠 贪没了敌军的物资 秦王的所作所为 一举一动 无不令皇帝失望 他恨不得将秦王立即宣进宫里 狠狠惩罚一番 然而 当他看着太子苍白孱弱的脸 终究压制了这样的愤怒 他只淡淡地问他道 有证据吗 当年知情的人 都被杀人灭口 唯独留下一个活口 他可以作为人证 他的手中还有一本账册 太子正要说下去 皇帝却疲惫地挥了挥手道 不必说了 你说的一切 朕都知道了 父皇 太子的脸上 有着一种隐隐的西迹 他的希望即使不说出来 皇帝也知道 他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 让自己狠狠惩罚秦王 最起码 杀了林文渊 皇帝注视着太子 闪烁着希望的眼睛 脸上的愤怒 慢慢消失了 他还活着 他的儿子们 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上 已经残酷激烈 你死我活 这让他感觉到 一种由衷的愤怒和羞辱 他知道 将来太子和秦王 为了争夺皇帝宝座 极有可能进行一场血腥的杀戮 尽管他自己也是在杀了亲兄弟之后 才登上王位的 但他仍在竭力渴望 他们之间的平衡 因为他知道 这样的平衡 对自己来说 意味着效忠与安全 所以他的脸上 反而露出一丝笑容的 一个人证 一本账册 这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人证可以伪造 账册同样可以 太子 你不该这样轻信别人 更不该随便怀疑你的弟弟 太子的脸 在这一瞬间变得雪白 口中那那不能言 他知道自己该退出去 可这好不容易得到的证据 让他不愿就这样轻易地放过秦王 所以他大声道 父皇 当初的事情 并不是无迹可寻 儿臣相信 一定不止是林文苑 没有主帅的支持 他怎么敢 太子 皇帝极言吝啬地喝止了他 太子住了口 眼睛里充满惊惧 皇帝在心中叹了口气 若论起刚毅 太子不及秦王 若论起智慧 太子不及燕王 可他是自己的嫡长子 更重要的是 他还有一个明智聪慧的儿子 想到这里 皇帝叹了口气 表情恢复平静的 你下去吧 太子无奈地退了出去 他从皇帝冷漠的表情意识到 所有人 都在紧紧盯着大殿里 那闪烁着光彩夺目的龙椅 却忘了 他们的父皇还精神奕奕地活着 他尽管忧虑疲惫 却没有迅速衰老 岁月给他添加最多的东西 是多疑 这种多疑 让他根本不肯信任任何人 尤其是自己这个太子 送走太子 皇帝略感疲惫 在这样的时候 他总会想起玉妃 所以很快 玉妃被召了过来 我来说 把她的颜色 这条辣椅子